有一个牧师他讲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他说假如你假设我们现在正在打仗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正在处在战争当中 我们国家就快灭亡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抓到了对方的 侵犯你的比如哪个国家吧 抓到了他的一个士兵 你把他俘虏了 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对待他呢 你要很文明的对待他 你虽然会把他关起来 但是呢你至少要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他们 然后等到有一天 如果战争已经完全的结束了 对方也投降了 这个俘虏你得怎么样呢 你得把他放回去 对吧这是我们文明社会对待俘虏的方式吧 他但是呢同样的如果正在打仗 我们国家快要灭亡了 这个时候呢你忽然抓到了一个企图 推翻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国民 他正在那里按炸弹了 然后你抓住了他 你会怎么办呢 你会按照日内瓦的公约来对付他 最后有一天战争结束了 要把他放了吗 不会你会判他死刑 而且可能立即处决 因为这是战争事情 为什么会有差别 很奇怪了 我抓住一个对方人家 人家是在打我们的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 我抓住了他 我要磕磕气气的对待他 后来完了还要把他放了 但是我抓到了一个自己人 我们要把他给杀了 他为什么 因为他犯了叛国罪 那个人犯了战争罪 他去攻打别人的国家 但是他没有犯叛国罪 他没有背叛他自己的国家 但是这个人背叛了他自己的国家 所以各位让我告诉你们说 叛国是最高形式的万恩负义 而不信主耶稣基督或者你跟随了主耶稣基督 但是你却离开他去追随这个世界的道路 你就是一个叛国贼 比逮捕一个俘虏更加的可怕 为什么 因为这里关乎到一个感恩的问题 这里关乎到一个说他是你的王的问题 所以让我这样说 亲爱的这种姐妹 今天你来了教会 你读到这一个耶稣 受洗的故事 让我说今天 就是你的这一身当中的角色定义的时刻 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吗 不是 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 是因为你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一件奇妙的事吗 不是 是因为你在耶稣的身上 看见了一件奇妙的事 君王耶稣的加冕 就是你的角色定义的时刻 一位国王决定了他的百姓 一位国王意味着从今以后 凡是任意而行的人 凡是漫无目的的活着的人 都犯了叛国罪 凡是那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按照自己人生的目标而活着的人 都是漫无目标的人 虽然你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 或者很明确的一个计划 但是在神看来 你都是漫无目标的活着的人 明明是一个手机 他一会儿又想当冰箱 他一会儿又想翻筋斗 他总是想成为他自己 但是当他没有成为一个手机之前 他一直都没有成为他自己 他都漫无目的的活着 所以不是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真正的像约翰一样 在受洗的时候 认出了那一位加冕的君王 认出了那一位弥赛亚的人 要倾听他的声音 才能够成为你自己 我想给大家读一个 我在昨天的时候 看到这个贵阳的活时教会的养华牧师 希望大家还在为他们祷告 记得这个活时教会所遭遇的逼迫 他到现在仍然还在监狱当中 昨天我看到这个律师带出来 他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 很短的一封信 我读到很感动 我想跟你们来读一下 他里面说 老婆平安 来信已于6月21日收到 5月份那封 5月份那封你再查一下 打电话给声通快递 多少多少多少 收件人是你 电话是家里的 试一下吧 若找不到也没有关系 家里的坐机 你可以打一万号 让电信工作人员来维修 情绪起伏不定是正常的 但要注意不要听太多的杂音 若是这样 就听不到主微小的声音 对以利亚说的 吃了起来走吧 以你要走的路还甚远 主耶稣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从我 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 把他们夺去 那些属于主的家人 无论到哪里 主必与他们同在 对一切的声音 无论是正还是负 是好的是坏的 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祷告 福音21章里面 主对彼得的召唤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回答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主 嘱咐他 喂养主的小养 无论如何 主掌管一切 告诉我儿子他们 我很爱他们 想念家人 在主预定的时间里 我必回来 与你们团聚 我不知明天如何 但我相信 他掌管明天 收到你们的照片 我很高兴 告诉我儿子他们 爸爸常常为你们祷告 向四姐 外婆问安 我过得很踏实 有很多时间 默想 祷告 一切的重担交托主 希望与你共勉 以满内力 与你同奔天怒的爱人 李国志 我认为你